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的網上的直播 那麼我們首先是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在利美記那裏講到 有些規條 比如說這三個材料不可以混購 還有其他的規條的 到底我們今天仍然是不是有這些需要跟從這些規條呢? 我回答就是在《希臘專》第十五章 第一節那裏說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 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戒 國內不能得救 這個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個會議 我們叫會議 但其實就不像今天那些召集那樣的 而是有些人來到 那他們就一起去討論 當我們討論久了之後呢 第六節那裏講到司徒和蔣老聚會商議這件事 辯論已經多了 第七節那裏說 《彼得就起來說諸位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 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言 而者相信》 然後呢 就 第八節說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 次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 又藉著信結證了他們的心 並不分他們我們 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扶的握 放在門徒的項項上呢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 然後呢 西門就述說 神怎樣眷顧外邦人 第十四節那裏講到 十九節那裏說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難 威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衛和奸人 並勒死的生畜和血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 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裡中讀 這裏就講到 他們講到一個結論 就是不要難為那些外邦人在上面那裏 第十節那裏說 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扶的握 放在門徒的項項上呢 就是說這個舊約的律法是這個握 為什麼將這個握放在門徒身上呢 而講到我們得救是神的 主耶穌的恩典 然後第十九節那裏就說 不要難為那些威服神的外邦人 就只是吩咐他們禁戒偶像和污衛和奸人 並勒死的生畜和血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 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裡中讀 原因呢 因為摩西的書在各城傳講 就在會堂裡面中讀 於是那些人就會習慣了 摩西律法所講到的一些規條 就是禁戒偶像的污衛和奸人和勒死的生畜 因為免得那些人他們習慣了 就是他們習慣了是沒有這些 就是不會有偶像的污衛和奸人和勒死的生畜和血 他們習慣了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忽然間做呢 他們會覺得很有問題 就是很難接受 於是就在舊腳的律法來講 就只是講了這幾樣 就是說 而這個原因是因為 他們有摩西的書一直讀習慣了 就是他們習慣了 於是他們很難接受 例如說勒死的生畜和血 到底生畜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定跟從呢 他只是當時來講為了那些猶太人 他們時時讀慣了 聖經是不可以吃這些的 所以他就說叫那些外方人都不好吃 那是因為 就是摩西的書在各成 全港的猶太人習慣了是這樣 但是到今天根本我們沒有猶太人在我們周圍 那是不是一定要遵從呢 那我就覺得是不需要一定遵從的 但是奸人就是一個罪的 當然我們要避開 那偶像的污衛呢 寶羅都講到的 就是祭偶像之物呢 其實是不算了什麼的 那其實是可以吃的 不過如果有人因為這件事 半島我們就不好吃 因為弟兄的緣故 所以呢他都講到那些祭過偶像 那跟我們今天不同的 譬如我們家裡 我們根本不會製偶像 所以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有些小朋友呢 他們長大在家裡就有神主位的 那他們信了耶穌 信了耶穌呢 那他們會有那些 有時候那些雞啊燒肉 放了上神主位的油 拿回來吃 那到底他們是不是一定不可以吃呢 那在寶羅所講的書信那裡說 就是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根本邪靈不算了什麼的 我們跟從神就可以了 我們不是拜那些偶像 那所以呢 是吃那些拜過偶像的食物 並不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是 也都會引伸到 舊約聖經不同的地方 那在聖經也有講到的 在舊約的時候有講到 神就另立新約 和祂的子民另立新約 在希伯來書也都講到的 即是舊約那些規條 譬如很簡單就是獻祭的禮儀 我們今天不會再有的了 不會再有犯罪就獻祭 是完全靠耶穌的補血 那所以呢 在新約是根本 就是我們現在在新約 就是在聖經講到 就是另立新約 就是講到有一個新的約 我們有一個新的約 所以呢 在希伯來書 八章八節 所以主指責 他的百姓說 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加和 猶大家 另立新約 會和他們另立新約 不讓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 令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 因為他們不行心守我的約 我也不利他們 這是主說的 這是主說的 那呢 講到呢 神在舊約的時候 有預言到 神呢 是 在耶利米書31章31節那裡 那裡是說 那些日子 以後 我與以色列加和猶大家 定立新約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文 就是講到這個新約 而在新約的時代呢 是 聖經是沒有講到 我們需要遵從這些的 而 而 保羅呢 是有很清楚講到 這些是 後事的影義 這個呢 在 波羅西書 二章十六十七節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折其月索 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這些原事後事的影義 乃形體卻是基督 那所以舊約的 那些規條呢 那些 Ceremonial的規條 就是禮儀的規條 我們今天是不需要遵守的 是 因為那些是影義的 那另外在加拉太書 也有講到 因為那些 有些猶太人 信耶穌之後呢 就很緊守那些節旗 那麼呢 保羅就說 我為你們 擔心 在 加拉太書 第二章十節 是 你們緊守日子 月份 節旗 年份 我為你們害怕 恐怕我在你們身上 是枉費了功夫 就是說 他們緊守那些 日子 月份 節旗 年份 我為你們懼怕 那所以我們今天是 不需要守這些節旗 有人想守沒有問題 就是說紀念神做的工作沒有問題 不過是不需要守 就是一定要跟從 不跟從就不行 或者跟從會有額外恩典 這個也不是聖經所說的 在跟從的時候 如果他思想神的祝福 神昔日的祝福 是有恩典 但是不用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這個不是唯一的方法 OK 好 關於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其實有些中派 就很強調 不守安昔日就不能進天國 這個就是很違反聖經的教導 你說有些中派說不守安昔日就不能進天國 是啊 有些會這樣說的 不能夠得救的 有些會說的 嗯 但是守安昔日是不是十屆其中一條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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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十屆主要除了安昔日之外 其他都是道德的律法 道德的律法 教育的道德律法我們都遵從 嗯 那有些 譬如有些講到這樣的 譬如人家 弄了你 傷了你的眼 那你就以眼還眼 教育的律法又講這些 那到底今天是不是我們要跟從這些呢 這樣 啊 其實呢 在今天是不是就是說 啊 有個人插穿我的眼 就是不是就 就會插穿他的眼呢 那其實呢 舊約因為是一個神治的國家 神管理的國家 那所以呢 他們是有法官呢 是按照神的律法來做規定的 但是今天的社會已經沒有這些律法的 就是沒有這些 不是神治的 我們世界上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是神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根本法律就不會說 啊 人家弄盲你的眼 你要弄盲他的眼 就是沒有這些 律法跟從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些的 就是法律 就是好像legal law 這些法律在人與人之間相處 這些法律呢 我們都不需要跟從 不過呢 那個原則跟從 就是說呢 我們補償給人 如果我們令到對方有損失的話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方面 牧師啊 你說不守安息日 這樣我們新約那裡有哪個 哪部分說可以說不守安息日呢 因為我怕有人問 我剛剛讀完 剛剛讀完那個 就是 剛剛讀完哥羅西書和加勒太書 哥羅西書 是啊 因為我遲些傳給你 剛剛 你在網上搜尋 安息日 你找 和節旗 那你在 波羅西書 和影兒 這個是後視的影兒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嗯 總括來說 就是說 現在是不需要守舊約的 那些 典章的律例 那 但是我們呢 但是我們要遵守的就是那個 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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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道德那個 律例 譬如說 十屆 除了安息日之外 其他的 我們都是 遵守的 就是 除了神之外 不要有別的神 不要做偶像去拜 不要做偶像去拜 有些人就會這樣的 因為在第二條界面那裡講到 就是不要做偶像去拜 有些人就會說 不可以做公仔 因為公仔是照著人的形象的 那這個呢 也都是 就是 將 那個經文拿了一段出來 那個經文是講到 不可以做任何的象去拜 那 但是有些人就說 你不可以做公仔 或者一些動物的公仔 那就是 拜偶像 那 就是 普通人做這些公仔都不是拜的 是一個 就是一種 玩具來的 或者一些人喜歡 可以看到自然界的生物 那這個並不是拜 那事實上呢 回應這件事情呢 在舊約的聖殿呢 都是有做不同的 那些植物 有做植物 還有呢 也都有做天使的形象 就是形象 如果這樣 舊約的聖殿 就違反了這個 不要做偶像 但是這個根本不是偶像 來的 這個呢 是 並不是偶像 而是一個 是一個 象 就是表示 基路柏在神的寶座 周圍 這樣解的 不是代表是偶像 所以聖經不是禁止做象 而是做象來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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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